請點燈 台北市 聖基尼維斯 永恆好朋友 台北市副市長鄧家基 與聖國大使按下啟動儀 為聖克里斯多福 吉尼維斯著名地標 硫磺山堡壘 進行點燈 聖國與台灣建交35年 首度參與台北燈節 把世界文化遺產 搬到台北街頭 希望吸引民眾目光 我希望很多人 會想知道聖基尼維斯 去參加聖基尼維斯 這會讓我國家的台灣人增加 透過參展讓台灣人 更了解聖國文化 民眾跟傳統服飾麗牌 拍照上傳 還能獲得特色小禮物 而要加深國人對聖國的印象 主辦單位現場 還來個機制問答 聖基尼維斯 我們建交了幾年 在哪一年份建交的 1983 1983 1983 Yes 把台北的燈節 讓全世界能夠看得到 那麼在這個世界 能夠看到台北燈節過程裡面 也認識台北 我們希望透過這樣的一個交流 讓台北能夠走出去 讓世界真的能夠走進來 2018台北燈節 從2月24號到3月4號 在西門町盛大燈場 除了有主燈幸福魔力狗 中華路周邊 也有各國的特色燈籠 預計將吸引數百萬民眾 共襄盛舉 不只有我們北門的光雕 甚至還有世大運的 光榮再現的聖火台 甚至是到了西門這邊 我們還有幸福狗狗 那我相信這一連串 都是非常令人期待 也歡迎所有市民朋友們 2月24號跟我們一起來 為台北燈節加油 開播大台北數位新聞 邱世民採網報導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TORONTO